你下次再来啊 里边请 公司慢走啊 下次再来啊 李公子您来了 里边请里边请 您慢走啊 今日寒时 我还想着你会不会来 特地为你留出空来 不承想果真来了 除了书院和家宅 我在乌江府并没有旁的去处 你败在阳山掌门下 也有两年了 可曾想过 什么时候参加春围 今日过节 不谈这个 我知道你秦高 不喜观察 无心仕途 可你若迟迟不参加春围 难道单单凭着一个 阳知道的学生 便能帮我摆脱积极吗 好 脱积之事 也并非只有入室才可解决 燕娘 你放心 总会有其他办法的 姐姐 门外有人找 爹娘 艾娘 从文还在 别让她上来 去帮我挡一挡 是 是 晏娘 王爷外 王爷外 杭手房还有客人 不方便见你 夏公爷 事办得怎么样了 春意画坊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保证他进去就出不来 不错 去吧 好 谢小满 你来干吗 我就是过来跟你说一场 这颜家二郎被困在春意画坊了 这小公爷特地让我来跟小郡王说一声 让小郡王赶紧去救人 你说这颜家二郎要是被困囚了 出了意外怎么办是不是 所以赶紧去通知 赵小倩 小丝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见过颜家二郎 不知道 你看就是他 这看春桌也不像是宗室公子 都像是个小娘子 行了 拿钱办事走呗 真巧的小郎君 走吧 喝酒去啊 走嘛小郎君 走啦 放开我 走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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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了 这没找到小郡王 就看到他身边那姑娘了 我让他去通知赵小千 这些 我的身份过去恐怕会遭人怀疑的 不过小郡也肯定放心 赵小千这次只要进了春意画坊 就算没什么事 咱们也能传出点什么不是 这传出去 他的名声就臭了 好 爷 这不是颜公子吗 不知道犯了什么病 在这儿下了三盘棋 那不是不错 来来来来来 送上门的手啊 来 我跟他来两盘 你这么走吗 你这么走吗 我没想到你 羊二郎啊 起开 怎么着羊二郎 咱俩来了两句啊 赌钱的那种 来啊 谁怕谁啊 请 放开我 我要出去 哎呀 你这小郎君可真有意思 细皮嫩肉的 哪有进了春意画坊 就急着出去的呀 又想出去也可以 只说我们这画坊有规矩 入访行歌 出访酒 你若是饮上这三杯啊 我们便放你出去 我不喝酒 不喝呀 那可就出不去了 我就不喝 放开 那好啊 那就别出去了 反正今儿啊 咱们要玩到明天早晨呢 对 来来来 行 我喝完了 让我出去吧 还着急嘛 还有两杯呢 这小哥呀 怕是看上咱们祝行手了 祝行手可不是小郎君你 轻易能看上的 人家呀 早就跟李肃李公子呀 情投意合了 好 听闻前几日 你向常大人求了兵吗 去郡王府了 嗯 是为了你们书院的一个小娘子 谢小满 是 在御阳历时 我与她有过一面之缘 是个好孩子 你身份特殊 便都有多少人盯着你在吴江府做的事 怎么还如此妄为呢 况且那位还是个小娘子 你如此做事 对人的情欲也不好 她的事 日后还是不要再管了 我知道你担心我 放心吧 日后不会了 丛雯 若是日后我离开了 你身边便无人再督促你了 到时候 你且莫要谨慎行事 燕娘 你最近为何总是三番五次 提起离别之事 旁的我都可以应你 只是不要再提离不离开 只是我的身份 托吉之事 我已找了常大人 他应允助我 不日就会有结果 好 好 朱航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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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河湘 微随风云变 尘不自由狂荡 何须乱得丧 才自此人 此时白亦情香 烟花夏末 一月单行平常 心有一种人 看绚发 只能挥鸿一嘴 共留时平身长 卿尘都已想 人把拂命换了 肩甘抵肠 况且那位还是个小娘子 你如此做事 对人的情欲也不好 她的事 日后还是不要再管了 我知道你担心我 放心吧 热火不会了 连李师兄都不帮我了 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是说什么 我看你 你这是什么 这辈子